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黄油奶香小餐包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130克的牛奶 然后再加入3克酵母粉 接着我们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先准备200克的高筋面粉 然后先加入15克白糖 再加入2克盐 接着我们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再把我们混合好的牛奶也加进来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再下手把它们揉成像这种偏软一些的光滑面团 接着我们先加入13克室温软化的黄油 然后再把它移到面板上 像搓衣服一样继续给它揉搓10分钟左右 一直揉成像这种细腻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揉好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肠温醒发至两倍大 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 我们的面团就已经醒发好了 接着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 先给它揉一揉排住里面的空气 然后再用手先把它搓成长条 再用刀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我们把每个小剂子先给它揉得细腻光滑一些 然后再用手把它轻轻的搓圆 都做好后把它们依次放到铺油固油纸的烤盘里面 接着我们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二次醒发30分钟左右 醒好后我们在表面先撒上一些普通面粉 然后我们在中间再给它划上一刀 最后我们在刀口上面再摆放一些提前切好的黄油 接着我们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 烤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黄油奶香小餐包 吃起来外脆里软又香甜 咬上一口还有一股浓浓的奶香味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啊